各位好,我是谷歌仙师 用Google搜寻引擎长线的老师 本单元是介绍用电脑版 你直接用Zoom 要来开会 你是主持人 可是你是主持人的时候 你想用你自己个人会议室的ID去开会 可是呢,又要自己设定密码 那怎么做呢? 观念 你注册过之后 就会有账号密码 登录以后才能够召开会议 那注册完了之后呢 就会给你一个个人会议的ID 好像一个电话号码 那你直接呢 把这个电话号码呢 给要来参与的人 对方输入你的这个电话号码 加入会议 那当然你也可以设定密码 如果你有设定密码的话 你要连密码一起给人家 不是用个人会议ID来召开会议 或者你是用浏览器直接召开会议 这时候呢 众会 随机给你一个ID 有的会有密码 那这时候你就知道到哪去看ID跟密码 用个人会议的ID来召开会议 好 我们登录之后 然后看到 目前在主页 我选择会议 你选择会议就会看到你的个人的 会议ID 你移到这个 蓝色的区域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到出现了开始 或点点点选项 开始就可以直接开会了 召开会议 那如果我们要设定密码 要做一些设定的话 就要从这点点点 选下去 选下去之后呢 就出现一个编辑 选编辑 进入更细部的设定 首先 你会看到个人会议ID的设定 然后他就告诉你 你的ID是这个 每个人都不一样 那当然你要自己设定的话 除非你有升级到专业版 好才能改 这个是Zoom随机给你的 那当然也就固定的 就是你申请注册的时候呢 就已经给你了 那你要设密码 就直接选密码 要设定密码 点一下之后呢 出现了文字方块 你就点一下 然后设定你要 个密码 也就是说你设了密码 而后 对方要加入你的会议室的时候呢 你就要给他一个ID 跟密码 这个设好你储存 就是你就要给他ID 跟密码给与会者 那下方呢 是所谓的视讯 是你是当主持人 你一进入的时候 视讯是要打开的呢 还是关闭 那与会者呢 一进来是要打开的呢 还是关闭 我们建议呢 主持人先关闭 那与会者打开 为什么呢 主持人你可能 还没化妆 没注意到时候呢 不能见人 一下就出去了就麻烦了 所以呢 你选关闭 那关闭之后 你进去再打开就好了 那与会者呢 因为他加入会议 他不知道加入了没有 所以他的镜头最好打开 他一进来就知道 哦看到自己了 表示有镜头 那你这都设好之后 你就选择储存 储存好之后呢 他又返回 现前的画面 这时候我们遇到这蓝色的区块的时候呢 就可以选开始了 因为你设定都设好了嘛 就开始 就进去开会了 那你开始之后 其实这已经进来了 你就看到 你的 ID上方也 下方这里有密码 是你刚才设定的 然后下方 是一些控制按钮 因为我们刚才的视讯是关闭的 所以你进来之后 视讯是关闭 你只要选择视讯 启动视讯点一下 就有镜头照的你了 这是避人在下 小声不踩我 所以呢 你就可以照到你了 那目前呢 因为我会设虚拟背景 所以你目前看到 只会看到我的头像 跟虚拟背景的结合 那如果你移到 这个开会这个面板的中间的时候呢 他这个选单又会出来了 如果你希望这选单一直出现 有一个叫Auto键 Auto键一按 它就固定了 再按 又消失了 移到 Zoom的范围内呢 他就会出现 几秒钟就会消失 那我们不要开会呢 就直接选择 结束会议 他会请你再确认 你就选结束会议 就结束了 补充 我们一般呢 进来之后 选择了会议 就看到我们的个人会议ID 如果你不需要去做调整更改的时候 就直接开始 就可以召开会议了 那我们是建议各位还是去查询 看看那个设定 有没有如你所愿 例如说你要设密码 你视频要开 余会者要开还是关 你都可以先设好 再去开始 如果 我不是用个人会议ID召开会议 而我是不用哦 刚才我们是到会议 那我不用的话怎么做呢 如果不用就跟你是用浏览器召开 是一时一样 我们做一个示范 当我们出现这个画面的时候 我选择新会议 一选择新会议 不是选择 我们刚刚是选择会议里头 会用个人的ID进去 不是哦 我直接选新会议 那直接选新会议之后呢 就进来了 这时候众会给你个ID 跟你个人的ID不一样 那是随机给你的 每次进来每次不一样 那如果你要邀请人的时候 你就要看一下了 你选择邀请 他这里会出现ID 下方会出现密码 如果没有密码 下方就是空白 那如果有密码呢 就是像这样 如果有密码的话呢 右下角会有密码 这时候你可以复制 复制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连结呢 复制给 要参与者 要参与者 你可以丢到LINE的群组里头呢 丢给他们 那他们呢 就可以知道这个ID是多少 一般是一个连结 那个连结最后面就是这个ID 所以你只要看到连结最后面呢 实际上你就可以 加入会议的时候就输入这个会议的号码 可以了 那密码是这个 看有密码没密码 这边看得到 补充 如果你是用手机召开会议呢 你如果用手机召开会议的话呢 这时候手机进来了 进来之后你点中间一下 你就会看到 他的ID 还有密码 那同样的 如果你是用iPhone手机呢 iPhone手机也是一样 你敲中间一下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ID跟密码 还有选项 补充 我们电脑板有大画面小画面 这是纵向跟横向显示 就是 这个是叫大画面的画面 所以你 登录之后呢 你就进来的画面会是像这样子 这是大画面 可是有可能我选择 头像 之下的 切换至纵向 解释 这时候你看到这是小画面 如果我选择头像 再点下去 这里以后缺成横向 解释 它就变成大画面 当然 大小画面的切换 你可以用Auto键不放 和L 这双键来切换开关 如果你有收获 欢迎各位 可以订阅 订阅 订阅之后呢 出现已订阅 如果你希望 主动通知您 这铃铛还要再选下去 全身单元 我们介绍的是电脑板 如何去召开会议 当然手机板有分Android iPhone也可以去召开会议 那各位可以到那个单元 去 详细了解 本单元到此告一段落 祝各位学习愉快 谢谢 谢谢